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于正为何当初想签赵丽颖? 揭露她对赵丽颖人品的高度认可 赵丽颖,作为当今娱乐圈备受关注的一位女演员 她的演艺生涯充满了坚持与努力 从她出道至今,她通过出色的演技和良好的人品,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与尊重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是偶然的结果,而是她多年来不懈追求的成果 赵丽颖的演技无疑是她最大的亮点之一 无论是《花千谷》中的小谷,还是《楚桥传众》中的楚桥 以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中的明兰 她每一个角色的演艺都充满了真情实感 观众们在她的表演中能够感受到角色的复杂内心世界 这种能力使得她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脱颖而出 赵丽颖的表演不仅仅是简单的演技展示 而是通过深入的角色、理解和精湛的表演技巧 为每一个角色赋予了生命 赵丽颖以其真诚和善良的人品赢得了观众和同行的尊敬 在娱乐圈这个浮躁的环境中 她始终保持着谦逊与平和的态度 无论是对待工作还是对待粉丝 她都充满了敬业与热情 她深知自己的成功来自于粉丝们的支持 因此经常通过社交媒体与粉丝互动 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回馈社会 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善良的品格 使得赵丽颖不仅仅是一个演员 更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公众偶像 赵丽颖的成功背后也有着不为人知的艰辛和付出 她为了角色经常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 包括长时间的准备与训练 以及对生活习惯的调整和改变 面对挑战和困难 她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 这种毅力和勇气成为了她不断成长进步的动力源泉 关于于正增想签下赵丽颖的话题 这不仅是对赵丽颖个人魅力和演技的再次认可 也反映了她在业界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作为资深制片人 于正能够看到赵丽颖身上独特的潜力和价值 想要与她合作 这无疑是对她演绎事业的肯定和鼓励 尽管最终未能实现合作 但这进一步彰显了赵丽颖在行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 展望未来 赵丽颖将继续以她的才华和努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精彩的表演 她不仅在演绎道路上不断进步 也在个人成长和社会责任层面不断超越自我 作为公众人物 她的每一个成长与进步都将成为粉丝们和广大观众的鼓舞和榜样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 瞬息万变的舞台上 赵丽颖凭借其卓越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高度评价 然而 除了她的演技 赵丽颖的人品也是她能够在圈内立足并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知名导演和制片人的余政 当初为何想签下赵丽颖 她对赵丽颖人品的高度认可又是怎样的呢 赵丽颖自出道以来 一直以踏实敬业的态度对待每一个角色和每一部作品 从最初的小角色到如今的大明星 她的成功离不开她的努力和坚持 在拍戏过程中 赵丽颖总是全身心投入 对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 不论角色大小 她都认真对待 从不懈怠 正是这种认真和敬业 让她在业内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于正在多次采访中提到 赵丽颖不仅有出色的演技 还有着令人敬佩的人品 作为导演 于正曾经观察到赵丽颖在片场的表现 无论工作多么辛苦 她总是面带微笑 默默付出 从不抱怨 这种敬业精神和积极态度 让于正对她刮目相看 她曾说 赵丽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演员 她不仅有天赋 更重要的是她的态度和人品 这也是我当初为什么想签下她的原因 双影号 在娱乐圈中 人品往往比才华更为重要 因为才华可以通过努力提升 而人品则是一个人内在品质的体现 赵丽颖的敬业 谦逊和善良 让她在圈内拥有了许多朋友和支持者 于正表示 赵丽颖在工作中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 对他人也总是充满关怀 她的团队和合作伙伴都对她赞不绝口 认为她是一个值得信赖和合作的好演员 赵丽颖的成功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努力成果 也是她对工作的热爱和对人际关系的重视所带来的回报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一个优秀的演员 不仅需要有过硬的专业素养 还需要有良好的人品和职业道德 于正当初看中赵丽颖 正是因为她看到了她身上的这些闪光点 对于广大观众和粉丝来说 赵丽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员 更是一个值得学习和尊敬的榜样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敬业和坚持 无论是在荧幕上还是生活中 赵丽颖都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着周围的人 传递着正能量 在如今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我们往往会忽略那些默默努力 脚踏实地的人 赵丽颖的成功故事告诉我们 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定的信念 才能在自己的领域中脱颖而出 她的经历也鼓励着每一个怀揣梦想的人 只要坚持不懈 终有一天会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时刻 最后 向所有王一博皮肤色变迁 从冷白皮到小麦色 不变得是坚韧与光芒 王一博近日在广西的工作经历 再次展现了她独特的品质 即使在困难环境下 也能保持乐观和积极的态度 彰显了真正的男子汉风范 她本来以冷白皮肤而闻名 然而在烈日下 她选择了不使用防晒措施 展现了她对自我挑战的勇气和坚持 这种看似韧性的行为背后 却是她内心强大的体现 她相信 真正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表象 而是内心的坚韧和光芒 王一博不仅是娱乐圈的多才多艺的艺人 她还在拍摄纪录片时 展现了极大的专注和付出 即使手指磨破皮 她也坚持工作 即使在拍摄动作戏时受伤 她也从未退缩 这种对工作的热爱和执着使她被称为拼命三郎 更难能可贵的是 王一博不仅仅在事业上努力 她还积极回馈社会 面对水灾 她迅速奔赴灾区 以实际行动支援灾民 展现了她身为公众人物的社会责任感 无论是作为明星还是志愿者 王一博都保持着谦逊和低调 践行着公益先行的理念 王一博的故事是当代青年的激励典范 在这个浮躁的时代 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真正的魅力 在于内心的坚韧和无私 她无论是以冷白皮肤的清新脱俗 还是小麦色肤色的健康活力 都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诠释了真正的偶像形象 一个既有才华和担当 更有热爱生活和勇往直前的心 展望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王一博将继续以她独特的人格魅力 在娱乐圈和生活中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她不仅是粉丝心中的偶像 更是时代青年的楷模 用实际行动证明 只要有梦想 勇气和坚持 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英雄 让我们共同期待 王一博在未来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感动 继续以她那坚韧不拔的精神 照亮前行的道路 在娱乐圈中 王一博以其独特的外貌和出色的才华 赢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喜爱 从冷白皮到小麦色 这种变化并没有影响她在观众心中的形象 反而让人们更加看到了她身上的坚韧和光芒 皮肤色变迁背后的故事 王一博的皮肤从冷白皮变成了小麦色 这一变化引起了不少关注 有人说这是因为她频繁参加户外活动和拍摄工作 也有人认为这是她为某个角色特意做出的改变 不论原因如何 这种变化都展现了她对工作的热爱和全身心的投入 皮肤色的变化虽然显而易见 但她那份对工作的认真和敬业精神却始终如一 坚韧不拔的品质 在娱乐圈中 外貌是很多明星的重要标志之一 但对于王一博来说 她更注重的是内在的坚韧和实力 从冷白皮到小麦色的变化 正是她不断挑战自我 突破自我的体现 无论是在哪种皮肤状态下 她都以最佳状态面对观众 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和努力 闪耀的光芒 王一博不仅在外貌上发生了变化 但她的光芒却从未减弱 无论是在舞台上还是荧幕前 她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和专业的态度展现出最好的自己 她那种积极向上 勇敢拼搏的精神 正是她能够在娱乐圈中长久闪耀的原因 她的每一次表演 每一个作品 都在向观众传递着无限的正能量 粉丝心中的偶像 对于粉丝们来说 王一博不仅仅是一个外貌出众的偶像 更是他们心目中的精神支柱 她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外貌可能会变化 但内心的坚韧和努力是永恒的 正是因为她的坚持和努力 才让她在娱乐圈中始终保持着高人气和高关注度 结语 从冷白皮到小麦色 王一博的变化不仅仅是外貌上的 更是内心和精神上的升华 她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只要有梦想和目标 就应该不断努力和坚持 无论外界如何变化 只要内心坚定 就一定能够闪耀出属于自己的光芒 给观众的寄语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王一博的故事告诉我们 外貌可能会随时间和环境而变化 但内心的坚韧和努力是永恒不变的 她用自己的经历和成就 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真正的坚持和努力 希望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都能够从王一博的故事中获得力量和勇气 无论面对怎样的挑战和变化 都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和目标 让我们一起向王一博学习 做一个坚韧不拔 勇往直前的人 用自己的努力和行动 去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和光芒 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见